選戰告一個段落 今天看到虎哥來花園畫畫 終於可以畫畫了 哈哈哈哈 要不然手油畫的那個顏料很難洗 周伯你這畫畫多久啊 這個啊 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過去一年幾乎都在忙著選舉跟補選 所以這幅畫畫兩年了嗎 這幅畫畫超過兩年了 哈哈哈哈 今天才終於回來 看看把它再畫一畫 能夠在一個禮拜以內 希望把它畫完 那你這樣休息這麼久才畫這幅畫 可以接上那個感覺嗎 當然可以啊 我來這跟各位介紹靠近一點看 你看因為畫很多畫都會 有很多的肌理 然後是肌理嘛 所以肌理有時候留下來的時候 你再加其他的顏色上去 會在那個肌理的凹凹凸凸上面 會呈現出來很多立體的感覺 哦 所以你看它每一 你看這是一個紅花 但紅花裡面這裡沒有很多的肌理 嗯 跑的方向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所以畫油畫都是要這樣畫 近看好像看不太出來是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遠看的話真的是很美的一幅畫 對啊 你可以看得出是一朵一朵花 很複雜吧 很多的線條 而且很有層次感 對樹希望它能夠有力量的感覺 因為各位如果你仔細到樹林裡去看樹 樹都有它很剛毅的 或者很柔軟的那一面 那畫這幅畫的時候是沒有照片的沒有圖片的 完全是心理的想法 心靈的一片森林 對 那我今天早上來的時候 我把這個樹幹又把它延長下來到這裡 嗯 有那種鵝螺多姿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邊又加了一些比較淺的線條 因為在樹林裡面有的樹幹是比較深的 它有陰影 那有些枝條它是比較淺的 光線照下去它比較淺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白色的 有淺綠色的線條 那這個線條有的在前面 花竹會在後面 哦 所以許多的前景後景就會跳出來 然後它就會有深度 所以油畫就要一層一層的畫 你看這邊的線條其實也蠻有意思的 它不是很實的 它是有虛的 因為後面有肌理 所以它有虛的 可是你畫這些畫的時候 有虛有實 它樹就會覺得栩栩如深 比較像真的 哦 昨把其實我也畫過畫 雖然我沒有畫過油畫 但是我以前畫畫都很忙 就是我在前面畫一畫之後我就要退後 會啊 再千萬往前 再退後 那你都會退到多久 多遠的距離呢 我有時候退到很遠很遠很遠 所以這整間畫是 這都是我的畫 因為這十間畫是 紅色的為主 哦 紅色的為主 所以你有時候就退到這麼遠的距離 那畫很久了 你畫好久了 來 再靠近一點看它的肌理好不好 好 看它的肌理 有時候筆要趁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去刷出它那個肌理出來 哦就是刷出那個紋路 對 它會 油畫有那個厚度在 對有那個厚度在 然後你如果一層一層的堆疊 常常人家講老闆沒秀本 哈哈哈哈 蠻貴的 但是你要這樣 這樣才有層次感啊 這樣堆疊才有層次感 對 有層次感它才會有生命 欸 左把有人問您說 您要開班授課嗎 呃 標無人之地 哈哈哈哈 標無人之地 哈哈 我跟各位說 畫畫就完全靠自己去享受 我也建議大家 其實 我也不能這樣講 要不然那些老師都會罵我 哈哈 學一部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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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智隆 其他要自己去體會 是我是虎媚智隆 自己要體會才會體會得出來 哦 如果說你都是靠人家教你 你是學 然後你畫的是他的畫 不是你的畫 他那個風格筆觸都會是人家的 而且畫 我跟各位講 畫畫是畫我們自己心裡的那個世界 對 那心裡那個世界 其實沒有人可以取代你 嗯 畫畫的方法也是由你心裡那個世界裡面 它會告訴你的手怎麼畫 所以我畫到後來 我才會用這個 這個三馬筆 毛筆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都翻唱了 對 因為我會覺得說 在後面這個階段有的時候 遠看那幅畫 嗯 還沒有完全畫完 對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他很多線條的力量 對 我其實希望你再遠一點 再拍這幅畫 再遠一點來看 再遠一點 走吧我要查個畫 晚宜說 畫畫比當總統的壽命還要長 畫家的壽命都很長 甚至家的壽命 呃 有的時候不太長 哈哈哈哈 因為他擔心的是很多 而且自己裡面 心裡的那個鬱悶 心裡的那個夢想都沒辦法 會被壓制 對 但是畫畫的時候都可以發出來 而且你畫畫的時候畫得開心 最後那心裡感覺是不一樣的 生姬妳到這邊來 好 再來看後面那幅畫 轉過來 轉過來 生姬妳要往後退一點 我還要往後退 對對對 妳看這幅畫 再往後退一點 再往後退一點 對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幅畫 不都是畫 不是花 對 其實全部都是花 對 因為這一陣子我都在畫花 哦 妳滿內心的一些 會不會把最近就是政治上的一些 波折啊 波折啊 或者是一些情緒喜福 畫到畫畫裡面 呃 情緒有數妳不知道 嗯 它是潛意識的 是 但是妳的情緒對妳的畫又有幫助 哦 所以不同的心情 就是妳的情緒來的 不同的心情其實都可以畫畫 人家心一定要靜下來 咱能畫畫 有人會說 哎呀喝醉了 畫畫才會畫得很好 對 就藝術家其實都是要那種性 都可以冷靜妳的心情 像就是說 小孩子學鋼琴啊 小孩子學畫畫 其實都是安頓她的心情 讓她 沒有錯 她會發洩 嗯 她會用另外一種方式發洩 對 另外一種方式發洩出來 對 本來是很好動的 但是她 坐在畫前面 她是用筆畫去發洩她的情緒 畫畫也是好動的 如果畫畫都在站著畫 就是前後跑來跑去跟我剛剛一樣 就是 妳會怎麼想 妳要怎麼畫 往上往下 往左往右 走把我問妳一個問題 哈哈哈 走把我問妳一個問題 剛剛我這樣子掃過去 我就看到了六幅畫 那六幅畫 妳會不會一下想要畫這一幅 一下想要畫那一幅 會 尤其是有的時候 有一幅畫畫了 畫到覺得很沉悶 或者沒有感覺了 沒有感覺 對沒有feel的時候 就是畫別的 哦 那每一幅畫其實畫畫的時候要看畫 我們常常在看畫的時間是很長的 像我現在就看那幅畫 我就在思考說 那幅畫有什麼地方我還要再去處理 不過那幅畫原則上來講 問題大概包含了 嗯 就是這種感覺的 畫 那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畫一幅畫 我現在畫這樣畫 一幅畫 一百號的大概要畫一年 一百號是多大的尺寸 就這個 這一個 一百號是值多高 妳在妳旁邊妳知道 不知道 因為下面有畫架 妳可以跟我講 一百六十五公分高 哦 跟虎妹我一樣高 對 比我矮一公分 一百三十五公分寬 一百三十五公分寬 OK 對 虎妹沒有這麼胖 哈哈哈哈 沒有這麼快 你說畫沒有這麼快 還是說 虎妹沒有這麼快 虎哥也沒有這麼快 哈哈哈哈 比虎哥高 但是比虎哥快 欸 我剛剛看到那個 蘆葵是嗎 嗨我要跟妳講喔 剛剛周爸已經有回應過這個問題 他說他不想要誤人子弟 什麼 誤人子弟 因為他說有沒有開班 他說 怕誤人子弟 欸 周爸我看到好多好多顏料 欸我真的很頭痛 這到底怎麼回事 亂七八糟 我畫畫哪有時間去整理顏料 畫畫就想法 感覺來就拼命畫 不過我覺得妳的 而且我也很珍惜時間 因為我平常時間很少 那你亂七八糟 我覺得其實 也算是景然有趣 好像您之前說過 這樣子的一盒 其實就是一幅畫的顏料顏色 是嗎 還是我誤會了 不只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看這些盤子 哦 這是我畫畫的東西 你看這是 哇這幹嘛啊 這其實也蠻藝術的 呵呵呵 去刮那個 這好像抽象花 哦 對刮那個畫 嗯 對對對 這個都是我畫畫的盤子 那我真的許許無限 美不美 漂亮啊 但是怎麼會有人 這麼不惜成本 把顏料擠成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那有時候 有時候妳沒有去吸它嘛 這是我最好奇 那把它堆積起來有沒有 好我最後會用 會用這些所有的盤子 跟 嗯 跟小碗 會把它拼成一幅畫 我記得我當初在學 然後在上面 在看怎麼樣去 甩再去刷 然後畫一幅抽象花 等一下等一下周棒 我想問一下 我記得當初我在學水彩畫的時候 我在 擠那個 那個水彩顏料啊 然後我是很 珍惜的一點一點擠 然後後來被老師說不行 你要擠多一點 那你這樣子一盤顏料 大概是幾條 喔這裡面啊 對 是幾條顏料 如果是這種的顏料的話 裡面大概應該也有 也有十幾條 所以你是不是很誇張 我們也很誇張啊 因為畫畫就是 畫了有時候沒畫完 後來有一段時間沒來畫 然後它就硬了 硬了以後在上面再加 那硬了就不能再用 因為水彩是這樣子 硬了油畫硬了 很難用 水彩可以 水彩它要用很多的水去刷 可是問題是顏色會變淡 可是畫油畫的人 常常會看畫水彩的人 不是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 因為水彩太薄了 水彩 肌理跟感覺畫不太出來 因為我也畫水彩 他一定要跟我變了 因為他只會畫水彩 周把水彩跟油畫 它是不同的靈魂 存在 油畫確實可以畫出自己 水彩它難的地方在渲染 跟你暈開 我跟你講你中了老師的讀太多了 真的齁 那我們下次來比一張水彩畫 我如果要教人家畫畫 我絕對不會跟人家說 水彩有什麼樣的皮 有油畫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油畫是用別的 在我們的心理牆畫畫的時候 根本沒有那種限制 你千萬不要把自己做限制 畫畫就是自己不要 不過我也要承認 就是我從來沒有畫過油畫 所以我每次看周把畫油畫 我覺得很有趣 對啊 畫油畫 其實有時候手很癢 但我怕破壞了他的畫 下次應該要教他 那個什麼 看哪裡可以買一個超級無理小的布 讓我試試看 你要自己搞怪就自己搞怪吧 畫畫不是超級無理小 或超級 沒有就是想說試試看那個筆觸 畫起來疊的 疊顏色感覺是怎麼樣 都可以都可以 其實油畫就是這樣 油畫我覺得大家要盡興去畫 嗯 像我現在用這個三馬筆 根本不是油畫筆 對這是書法 像我在畫畫的時候 你看我這些線條畫出來 根本就是很隨意的去畫他的 那這樣畫錯的話 是不是用疊的方式就可以 其實就可以蓋過去 也沒有什麼畫錯不畫錯 因為畫沒有什麼叫畫錯不畫錯 沒有 畫畫沒有什麼畫錯不畫錯 那就是你心裡面要表現出來 它只是在畫布上 留下的那個軌跡而已 對 像我們現在在畫這幅畫 我就會在想上面的線條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上面有 前面有用一些紫色的 紫色 其實我只想要表現出來一下 綠色跟紫色跟紅色跟粉紅色中間的關係 OK 所以在實際環境裡面 可能不會有這個顏色 但是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用這個顏色來表現 畫畫其實畫到一個階段 我們這個紫色也不過 就是拿來做樹幹中間的光影 那種點綴的感覺 對 對 那它的顏色更有層次更豐富 對 而且這個畫因為已經很厚了 對 所以我在畫畫的時候 這個很容易就 把基底很容易就可以表現出來 各位看了 哦 對不對 這讓我想到我以前 這光也可以出來啊 這樹幹你看 樹幹上有很多光 它不一定完全就是死黑的顏色 這讓我想到 我以前在畫那個水墨畫的時候 為了要畫那個磚塊上面的紋路 我可以先把那個紫 那個玄紙先把它折爛爛 所以我告訴各位 人都是用過去的經驗來寫 是他眼前看到的事情 可是眼前看到的事情 是他過去的經驗 沒有辦法 我就是沒有畫過油畫 但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虎妹 跟我們過去一樣 年輕的時候都是 哇 我會什麼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你一定要這樣保持下去 什麼呢 我講錯什麼話了 你要保持這樣下去 因為保持這樣下去 你才會有創作 因為你有膽量 你也覺得自己對 你才能夠創作 像我畫畫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什麼時候會畫錯過 只要畫錯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感覺不太對 要再改它 修改 所以你在畫水彩的勇氣跟精神 我覺得將來你畫畫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發揮出來 畫畫就是要大無畏 不要有所畏懼 不要被拘束 因為沒什麼錯跟對 尤其我鼓勵大家畫油畫 跟壓克力畫 因為它可以隨時改 走吧 不會是因為你只會畫油畫 跟壓克力畫 所以你就這樣子推薦吧 我最早開始畫的是水彩 我發現它是來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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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早開始是畫水彩 那你有畫過樹苗嗎 有 那剛開始都畫很像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開畫展 如果第一次展覽 不是畫很像的話 大家會有人說 我不會畫畫 如果畫抽象 這個人就亂畫了 所以才用抽象畫來做表現 所以我剛開始 也要讓大家服氣 所以我畫得比較寫實 後來才慢慢慢慢變成 印象變成抽象 現在我的畫 當然都帶一些抽象 跟一些印象的感覺 它不會是一個真實的 大家感覺都很嫩氣 但是它會是一個 你在看畫的時候 會有感覺 這幅畫到時候 還會有很多的改變 這幅畫可能我看 還要再畫兩個月才會畫得完 那這幅畫我想大概再過 一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了吧 像現在畫的是黑的比較實在 對 到時候我還會再用 比較淺的顏色把它刷過去 應該會讓它再有層次一點 對 才會比較有立體 比較有立體 立體就很簡單 有些地方是亮的 有些地方是暗的 有些地方是最暗的 剛剛有粉絲在問啊 您是否願意用您的畫 來做一張那個 國民黨最強的那個 候選人的競選廣告嗎 用你的畫 可以啊 可以啊 其實好像蠻有趣的 用畫去做不容易 當然可以啊 不容易 我覺得尤其在現在 大家看政治的人物 都比較枯燥 對 因為談的題目比較枯燥 是 都談的法 談的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安全 其實人民的心目中 裡面喜歡的東西 不是這個 喜歡的東西 它生活裡面的 看到的植物的美 環境的美 它的乾淨 它的健康 然後給你帶來的 心靈的快樂 我覺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 在選舉裡面 可以有多一些這樣的 不同的氛圍 對啊 好的 那今天大家 就帶大家來看看 逛逛 周霸的畫室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邊結束囉 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